謝謝老師 見得幼兒園畢業典禮 小小畢業生在校園拍畢業照 還有好多話想對同學 老師 還有爸爸媽媽說 今天心情怎麼樣 很開心 很開心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你的朋友什麼 對你的同學 有 請說 謝謝同學幫助我 幫助我長大 謝謝同學幫助你長大 很好耶 你有什麼話想跟你同學說呢 拜拜 拜拜 還有呢 我永遠跟你都是朋友 就是我想要跟遊賢樂一起 唸同一班 偶像國小以後想要跟同學在一起讀書是嗎 對 還有要跟爸爸媽媽說什麼 謝謝爸爸 謝謝 一二三 謝謝爸爸 謝謝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來參加幼兒園畢業典禮 頒發市府送給所有大班畢業生的畢業禮物 也和家長會長邀請大家一起來謝謝老師 因為這三年青師生一起經歷過疫情考驗 感謝老師們的關心呵護 讓孩子們能夠順利畢業 祝我們各位同學們 不論你們是去哪一個國小 都學業順利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是要聽爸爸媽媽的話 好不好 好 謝謝 此外針對日前備受關注的胃藥風波 市長謝國良也特別到班級裡面了解整個胃藥流程 讓家長安心 同時也再次替幼兒園老師們加油打氣 感謝老師的辛苦付出 那最近也因為胃藥案的一些相關的情況 讓家長跟老師的關係非常緊張 所以我們剛剛也特別有看了老師胃藥的整個流程 那我相信在基隆所有的老師都是基於孩子們的健康 在家長的主腹以及醫生的處方之下 才來進行胃藥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希望這個可以好好的來鼓勵一下我們的老師 要不然最近幼教老師的士氣感覺到有一點低迷 那我覺得對他們也不是非常的公平 那我相信在基隆跟全國絕大部分的老師們 一定都是盡心盡力 我們在這邊給他們獻上最高的敬意 也恭賀見幼稚園的孩子們畢業快樂 畢業快樂 整場畢業典禮充滿著溫馨與祝福 教育處長劉美蘭與教育團隊規劃了這場溫馨的畢業典禮 也充分表達了基隆幼教界溫馨的親師生關係 共同呵護這些小朋友快樂地長大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